這個是鴻海現在的電動車事業的領域長 這個就是關論 他講電動車長期有三個痛點 第一個就是貴 就是太貴了 歡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老木華 關注電動車市場的人 一定會關注特斯拉 這特斯拉在財報發布之後 這股價是一直大跌 最近雖然稍微有起色 股價反彈不少 但是離今年特斯拉股價的高點 還差距一大段 那特斯拉第三季的財報確實是差 你可以看到他毛利率 盈利率都大掉 雖然說營收成長 但是補不足這些利潤率的損失 看起來馬斯克也陷入了 到這個所謂的保利潤之戰 特斯拉的一個頹勢 也牽動了整個電動車市場 現在似乎有進入到一片不景氣的狀況 那最近在台灣 Model Y喊出了降到 200萬以下 180萬的價格都喊出來了 那馬斯克一直在帶動 電動車降價搶勢的行銷策略 是不是真的會把整個電動車市場 搞到一片紅海呢 再加上紅海科技日 還是在推出納智捷N7 但問題是 N7一直沒有辦法大量交車 這到底怎麼回事 育榮最近的股價也有一點不振 我們今天一併來請教 U-Cart創辦人 汽車達人 陳鋒旭 Bub在我們節目現場 Bub你好 墨華好 各位文中大家好 怎麼走到年底 感覺起來電動車的市況 開始在往下走呢 其實我覺得電動車的長期趨勢 應該還是成長的 但是只是大家可能 比如說會期待說 這個是U等生 他應該考95分 但是現在市場上面表現出來 可能是考80分 那80分基本上表現 還是算好 但是我覺得有幾個面向 就是說 其實電動車的市場 到底有多大 那過去呢 其實有一些部分 其實是被蓋住的 在蓋住的情況是 因為需求實在太大了 但是供給因為很有限 所以呢 可能大家可能只著重在經營 比如說高價的 高利潤的 所以在這個整個車市來講 比如說電動車 以Tesla為主 Tesla它可能就可以維持高毛利 比如說剛慕懷提到說 他現在推了200萬以下的Model Y 那基本上Model Y 他並不算是一個降價 因為原來的 主力的 比如說Long Range的這個產品 其實還是200多萬 但是過去可能 他賣200多萬這台車的 利潤是比較好 他不願意出比較低價的 因為現在在市場上 最近在台灣推出的 這個Model Y 入門款好了 他其實基本上 他就是有點像以前Model 3的 所謂的SR Plus 他就是一個降規的版本 他是一個入門的版本 入門版本 可能車價就比較低 因為原來的Model Y 他的大電池 是82度電 他現在這個入門 基本上就只有大概60度電 所以電池因為比較小 當然成本就比較低 價格就比較低 那配方也不一樣 因為我們知道說 現在Tesla在高階車款 會用3元電池 那Model Y這一款 當然就是離鐵電池 所以離鐵電池 他的電池成本比較低 但他的能量密度比較差 所以他車會比較重 所以基本上他算是一個降規版 那降規版過去為什麼不推 因為光是我賣比較高規 可能就把我的產能用掉了 那現在可能就變成說 願意買200萬以上的人 就是那些嘛 但是200萬以上的這些人 大概該買的都買的 那我要擴增更多人來買 當然我要推出一些價格更低 原來有些人覺得200萬 200多萬不是他的預算範圍內 他就不是這一個電動車的客人 但是可能現在變成有180萬 因為他在搶另外一個新的市場就對了 是 其實我覺得長期來看 電動車應該要跟一般的油車的價格 一樣的時候 他才會進入一個大爆發期 了解 那現在可能是 你現在如果去賣120萬的電動車 如果大家都願意去買 市場上整個供應鏈也沒有辦法 準備齊全 基本上也沒有那麼多車可以賣 所以過去其實某個程度是 那個市場是被扭曲的 因為大家只做好做的高價的 那漸漸開始會變成 回到現實 大家開始要去面對 最大的一個產品的需求 就是比如說以貨汗車來講 100到120萬 RAV4 CRV 這是最大的一個區塊 那目前在這個市場上面是沒有電動車的產品 那NC看起來是有殺到這個區塊 這個集聚裡面來 但是NC的成功 其實大家都還在觀察 以價格產品的設定來講 不管是它賣99萬9 所謂的叫做限定期間 或者是正規的情況下賣120 我認為大家在這個階段 都覺得它還算是一個 affordable 價格可以接受的產品 但是我認為鴻海的這個局 或者是玉龍的這個局 它基本上還有一個關卡要過 就是這些車呢 到明年它目前表定是1月15號開始交車 1月15號開始交車呢 它的供應鏈的準備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之前聽到的消息 是大概一個月準備 差不多600台的供應量 但是600台大概一年也有個七八千了 而且如果上半年 大家交車很踴躍 下半年還可以追加嘛 所以如果它口碑不錯 其實基本上這台車要去挑戰1萬台 我認為是有機會 其實我這次在鴻海的科技日 他們提這件事情 他們其實在講長期的 這個是鴻海現在的電動車 這個事業的領域長 這個就是關注 他講電動車長期有三個痛點 第一個就是Expense 就是太貴了啦 中國市場已經解決太貴這件事情了 因為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基本上跟油車價錢是差不多 差不多嘛 所以大家看起來 這個剛剛莫華提到說 電動車是成長趨緩這件事情 好像在中國看起來是 並沒有發生這件事情 大陸現在電動車滿街跑 對 反而大家都不太願意賣 有一點理所當然就是要去買電動車 另外就是不便利嘛 不便利當然講充電 但長期來看 這個基礎建設的部件 會隨著時間慢慢解決 另外一個 我認為鴻海他在講的另外一個重點是 就是說 這些車企都沒有辦法獲利 是 你如果去看 中國大陸的電動車的車企 基本上很蓬勃 對 但是很蓬勃裡面只有兩家賺錢 一個是Tesla上海的GIGA Bakery 另外一個就是BRD BRD今年前三季大賺了 對 所以也就是說 雖然中國大陸有很多企業都在賣電動車 但是有很多企業都是虧錢的 或者說都還在處於補貼的階段 所以如果市場上要一個很良性的成長的時候 我覺得不能靠政府補助 因為官論他特別提到說 現在的電動車的市場的成長力道 某一部分是來自於法令 比如說他規定碳排放 規定燃油油耗 用一些法規來讓車企往那個方向移動 但是呢 如果車企賣這個車 消費者喜歡 而且這個車企又有賺錢 他就會另外進入一個有機的成長的 這樣子一個狀態 所以 現在的車企在做電動車 基本上還是苦惱於成本太高 那鴻海在這個市場上所溝通就是 他認為他們在過去電子業 他們是成本控制能力最強的 他想要到這個市場上面來 做一個新的這個Player 看看能不能去完成這件事情 如果完成大概是一個壯舉 他會產生很複雜的化學變化 也就是說鴻海就是把整個 最重要的核心包給他嘛 你就是設計你的外型就好了 類似這樣的概念嘛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過去的傳統的汽車業 某個程度是高達上 就是說不管是開發啦 行銷啦 甚至我們講說汽車業的勞動條件 應該也是所有的製造業裡面 勞動條件算是比較好的 所以你看美國的這個所謂的UAW 他們自然還可以罷工 而且他是有很高的政治影響 特斯拉沒有工會的 對特斯拉沒有工會 或者我們講說 你可以想像嗎 鴻海在組裝iPhone 100萬個勞工 他們有工會嗎 也沒有啊 對 所以反而大家是在講說 過去在3C這個產業裡面的勞動條件 相對起來並不是一個勞動條件 非常好的 所以汽車業跟傳統的 非汽車的製造業 在整個生產效率上面來講 我認為還有一個落差 鴻海當然想要去撼動這一塊 看看是不是有機會 從裡面呢 再擰出一些毛巾裡面擰出 他過去在電子業裡面 毛巾都可以擰出水了 那他覺得現在這個是海綿 海綿當然稍微捏一下就有水 他想要在這裡面創造出一些新的想像空間 好那我們就拭目以待了 那希望說鴻海未來的發展 能傳承他一貫在ESM上面的 競爭力 跟他的這個系統化規劃能力 在電動車上面也能發光發亮 今天非常謝謝Bob 也謝謝我們所有觀眾朋友的收看 還喜歡今天的內容嗎 別忘了按下方的愛心 並且分享給親朋好友 也歡迎訂閱節目頻道 就不會錯過芯片囉 Today才知道 天天帶你掌握全方位的財經資訊 每週一到週五 Like Today的理財影音分類準時上限